RAY TV 大家好,我是RAY 今天呢,我們的外面囉 因為很難得RAY像這樣子出外景 那這次我們今天要體驗的是 華為的一個新手機的一個體驗會 那這也是RAY第一次參加這種體驗會 那至於這手機有什麼特點呢 呃,據上面看到的資料是 它是有三支箭頭的一個手機 因為目前雙箭頭手機已經很多了 那三箭頭的手機,好像是第一次聽到 那實際它的拍照效果怎麼樣呢 那就我們體驗會完之後 給我拿到手機的話再跟各位分享囉 走,我們就走吧吧 大約找到了一個小時 那去附近逛逛吧 那天氣很熱,買個卡塔恰 那天氣很熱,買個卡塔恰 參加一碗 比賽到可以準備好 讓你看到時候 坐那個圍arken 是啊,這麼險 來個未開箱吧 來個簡易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內容物有手機 轉速線 鋁通頭 還有耳機 不過呢這次拿到是歐規的插頭 喔 開機簡單設定一下 這邊呢我就快速播放帶過囉 背面鏡面做得很漂亮 雖然還是容易轉身指紋 但是它這個玻璃應該是有經過特殊的處理 因為我用衣服稍微擦一下就乾淨了 有的介面呢是蠻不好擦的 сил二三箱 雖然是… 二三箱 對 雖然是… 右… 我對於他的變焦相當有興趣 所以呢我就要裡面實拍一張 大家注意看那個人舉手的地方有個小招牌 同樣的位置改用石碑變焦 這樣夠清楚吧 蠻驚人的 趕來戶外呢給各位看一下 請注意左下角 好 相當我一直改用石碑變焦 外面的清晰度更加的不錯喔 不相信的話呢我再來一次 超乎我的預期 這裡 這個對於手機來講 一般講是不太好拍 因為小朋友常常瞬間會移動 或活動之類的 所以用傻瓜上去的方式通常很容易模糊掉 這幾張呢我是用全自動的模式 我只按快門而已 他的AI運算真的是蠻強的 今天先簡單分享到這裡 我剛好跟我另外一個宜蘭的旅遊競賽結合 部分呢我會利用P20 Pro去做拍攝 之後呢再做完整的影片以及分享給大家 謝謝啊 發音樂